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一个问题 讲一张话里边的光 光线要选择,要筛选 不要说你看到的这个光 打到这个脸上,你如实的画 基本上写实话是如实的画 但是这个实,实在的实 是经过了你,看了以后 分析了以后,综合了以后 你把它的主次 把它提炼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这种人造的光 我们跟达文西那个年代不一样 他们就两种光,一个窗口的 门口的 直接阳光或者阴天的 从外边照射进来 第二个光就是 就是像蜡烛 这些木材燃烧以后 那种光 像蜡烛这个光呢 它只有一个光点 所以它很集中 所以古典画 古典画家的光啊 它色彩少 但是那个光很集中 一个头上的光啊 它分布,有主有字 慢慢地卸下来 最亮的地方是亮的 再不是亮的 它很清楚 我们容易焰化葫芦 就是脸上看到这里有光斑 那里有光斑造化 或者这个脸上 哇,这个光照到这个脸好白 我们照化 我们这张脸上面就看不到 啊,起腹啊 生前啊 这个也是属于 我们没有能力 或者说我们没有注意到 啊,在我们写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里边 你是要去提升你的能力 其中一个能力 就是你要筛选 你不要这个 这个完全地以为你很忠实地 去画那个对象 其中这个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这里没有完成 大家看 这个眼睛,鼻子,这个嘴 都是在它的暗部啊 好像看起来是一样黑的 其实呢,当然 当然你画到一样黑 你的背景整个的 你要强调它 啊,也可以 但是 在一个头像里边 我有把这个颜色 把它区别开 啊,这个也就等于 把这个光做了一点筛选 啊,它最亮的地方 这个就是那头这个地方 这个靠中间的地方 啊,不要靠边上的地方 因为这个光照的时候 是从中间切进来 这个边上不可能有一些很亮的白点 所以你要眯着眼睛去看 所以你要眯着眼睛去看 不处理好 所以画什么不画什么 你们去看那简中威的话 啊,不管它是参考写生还是什么 它很聪明 它知道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主治 啊,它有光 把它的光来抓出来 它画建筑屋怎么样 把那个光 啊,把它分开 有水的地方 有太阳照的地方 啊,出来 这张画就有 画龙点睛了 就有主治了 啊,所以 有主治 有节奏 是画画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尤其是画写实的人 很容易搞了一辈子 到处都很清楚 他觉得他自己很老实 结果这是根本就不需要的 啊,所以那个很老实的画 就会把你带到龟毛的地方去 结果你画了一辈子 原来问题出在太老实 啊,好 好 谢谢 谢谢观看